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古代一个最挣钱的职业,地位地下却收入很高,曾让包整头疼不已。 我们中国人最好面子,不管是古人,还是我们现代人都是这样的,人一有钱了就讲究排场。 古代人喜欢大的东西,大的格局,所以在古代很多大官的府邸都非常大。 府邸的大门更是象征着一个人的脸面,越是有权有势,大门就越是装皇帝精致,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来了,家里装修得这么豪华气派,保不齐就会有小偷盯上,而且往往主人住的地方,离这个大门都有一段距离,有人在外面敲门也听不见,这样就有一个职业应运而生了,那就是守门人,也就是门房。 您可别小看了这个门房,权力可大着呢,有不少人都想去做大官家的门房,门房一般会招一些长得壮士的人,因为这样看起来就让人觉得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能进的,这些人很可能还会一些功夫,这也相当于是一,各开门的职业了。 可别看这个门房,活不多而且也不重,但是却是一个想当当的肥差,一般想要拿到这个工作,那都要跟主人有着不错的关系,甚至还需要走走后门,才可能得到这个工作。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,古代的时候更是如此,很多时候有人想要登门拜访某个大官,找他来谋个衣冠半职的,必须先通过门房,这时候门房的机会就来了。 你如果不给门房钱的话,他是不会让你进去的,给,多给少倒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数目,但是给的少了,人家根本就不会让你进去,给的多了还要看人家的心情,别看是小小的门房,巴结他们的人可多了去了。 门房的这个权利,已经变成了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,甚至在黑脸包工的门前,都出过这样的事情,包工刚到开封府的时候,那里的门房还是跟以前一样,如果你想上门喊冤报官,首先得给钱。 但是平民老百姓,哪来这么多钱给他们啊,于是这些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诉说自己的冤屈,后来这事就被包工知道了,非常生气的呵斥了门房的人,谁知道还是一点效果没有,从这里就能看得出来,他们的权利确实很大。 包整也因为这个头疼不已啊,门房总会将深渊的人挡在门外,不过后来包工想到了一个主意,那就是在门口放一个鼓,通过击鼓来鸣冤,这样深渊的人就不用花钱了。 在古代这样的人一直都存在,主人的态度包贬不一,像,包工这样的就会这样的习惯非常厌恶,但是有的主人就不一样了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甚至还会护门房串通起来,不光能获取钱财,还能打探消息,说到底,门房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旋律, 还是因为背后有主人作为靠山,这样的人即使到今天还存在,真是可悲。